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也是看公开的信息 他本人从来没有对我提到这些细节 在1989年的6月4日的下午 他在北京的一个地方街头 是面对中共解放军的坦克 做了最后的演说 然后被同行的两位同学和一位北京大妈救下 拦下 大概是在2000年代初的时候 这位先生就移居海外 误测 我是觉得他不会有回头的可能性 回到中国的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小了 我和他交流的过程之中 是提到了中共变革的可能性 中共有没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呢 这位老大哥斩钉截铁地表示 断无可能 只有两个机会改变中国 改变中共 第一个推翻他 第二个肢解他 只有这两种情况发生了中国才会有变化的可能性 才会有走向自由 走向民主的可能性 顺着这一位老大哥的话 那我想来聊一聊 今天6月4日星期二 其实是非常意外的 香港有一家媒体看出了社评 标题是直面历史 抚平伤痛 这篇文章读下来呢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 再向中共喊话 向中共的最高层习近平 李强等等人喊话 希望他们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机会 给六四的受害者 他们的家人一个机会 给关注 关心 关切 六四的人们 一个机会 或者说是一个交代 什么样的机会 什么样的交代呢 用这篇社论的原文 就是 人事变化 沧海桑田 过去数十年 国家发展成就可观 官方强调 对当年发生的事情 早有定论 反对任何以此为借口 抹黑中国的图谋 然而 六四事件 所移下的历史伤痛 仍然需要抚平 或者换一个说法 六四事件 仍然是横跟在 民族内部的一根刺 需要拔除 维要着这个观点 文章 社论 大概是从两个角度 来进行梳理 一个是现实的视角 一个是历史的脉络 认为 或者说在尝试推进 习近平往前走 给六四事件 一个平反 历史的脉络 大概的说法是 这样的 中共当局 近年强调 对八九年春夏之交 所发生的事 早有定论 为回顾历史 但是回顾历史 中共的表述 由早期的反革命暴乱 到后来的政治风波 当局对事件的定性 其实是有调整的 文章特别提到 到2021年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便以严重政治风波 来定性事件 决议提到事件背后 有国际上反共 反社会主义的 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 但同时也重申 国际大气候 和国内小气候 因素并存 决议还提到 党 中共和政府 旗帜鲜明 反对动乱 捍卫了社会主义 国家政权 但没有直接定性 事件为 反革命 暴乱 基于对中共 高层 这样表态的变化 社论就提及 当年北京民众 走上街头 都是出于一片担心 不应该否定 他们的爱国情怀 六四事件 不少死难者 是无辜百姓 即使当局 对这场 严重政治风波 早有定论 依然可以 还死者 及亲属 一个公道 这是现实的层面 能够看到社论 其实呢 如果说中共 不改变 严重政治风波 这个所谓的定论 但是 评论还是认为 中共可以做的更多 就是给 死难者的家属 一个说法 接下去是 历史的视角 这篇文章就特别提及 中共的历史上 是有还原真相的 所谓历史担当的 文革之后 邓小平 胡耀邦 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更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百年历史决议 更将文化大革命 定性为十年内乱 是最严重挫折 教训惨痛 谈历史 就是为了向前看 所以文章 最后的结论 就是今天 国家稳定富强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也更有自信 当局其实有更大空间 还原真相 抚平 伤痛 以上就是香港媒体 6月4日看出的社论的主要内容了 一大早我是转发给了中国大陆 几位知名的学者 媒体人 基本上是没有得到回应 我个人的想法 第一 他们不敢说 因为眼下的氛围 比较的紧张 另外一点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兴致来说 因为认为中国共产党 目前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 能够做出一定的调整 在六四事件事上 去抚平伤痛 持这个看法的人 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对香港媒体来说 香港的媒体 氛围 环境 现在怎么样 大家也是比较的清楚 能够6月4日 看出这篇社评 勇气 还是客家的 眼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在香港 用香港另外一家媒体 也是6月4日 看出的社评 部分的内容 其实已经很真实的写照了 眼下香港的状况 那篇文章就提及 过去35年 数以万计市民 每年此时都会以烛光 到年六四事件死难者 但2019年的动乱 令北京实施了香港国安法 基本法23条立法 今年3月份也通过了 现实上 香港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都改变了 此外 每年今日 在维多利亚公园 举办六四事件 烛光晚会的 香港市民支援 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也已经解散 这篇社论就表示 在香港 并非所有人 与支联会 到年六四镇压的立场一致 许多人只是想 简单悼念 在那次事件中的死难者 许多港人 对六四事件的情绪 仍然挥之不去 市民应该获准悼念 但如果他们悼念的话 就必须守法 所以这篇社论传递的信息 是比较含混的 凸显了社论撰写者的无奈 社论最后就表示 香港毕竟是法治社会 而今天是回忆 深思与希望 向前并行的日子 在北京发生了什么呢 天安门城楼的官方网站 稍早的时候 是已经发布了通知 说六月四日全天闭馆 根据西方通讯社的报道 在天安门城楼官方 微信迷你版的APP上 也没有提供 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 参观时段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 周一六月三日的晚上 天安门广场两侧的长安街 是禁止行人和自行车通行 接下去 到了六月四日星期二的早上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 旁边的人还是看到 戒备森严 每个角落都有警察在站岗 有的是在指挥交通 有的用望远镜在观察路人 在北京的六四遇难者的家属 也是发生 将继续向政府秉持 他们所持的三项诉求 真相 赔偿 问责 同时呢 这些难鼠是希望 这一代领导人 能够承担起历史的责任 使六四惨案 能够得到公开 公平 公正的解决 告慰所有 六四遇难的亡灵 和35年来 已经逝去的父母 在台湾 刚刚履新总统的赖清德 也是透过脸书 就六四发表了感想 也是他成为总统以来 第一次发表六四感言 其中比较重要的文字 就包括 他说 今年六四 不只是为了六四 更因为全球 新系民主自由的人们 都有着共同的信念 唯有民主自由 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六四的记忆 不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 台湾也会持续努力 让这段历史记忆 能够长存人心 感动 关心中国民主的每一个人 赖清德特别表示 台湾之所以持续的纪念六四 因为这提醒着我们 民主自由得来不易 我们要用民主凝聚共识 以自由回应专制 以勇气面对威权扩张 更要凭团结面对挑战 其实强调民主和专制之争 过往台湾不少总统领导人 都是在这个方面在发力 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否认 强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问题 绝对不是民主之争 实行哪种制度之争 而是统一和分裂之争 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包括香港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戛然而止 现在民主和专制之争 它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在年轻人中间 事实上是得到了更多的共鸣的 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议题上 是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八九六四 年年六四 六四已经逝去了三十五年 这张照片仍然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不自由 无宁死 当然有些人会笑 更多人呢 或许在哭 向逝去的生命致敬 他们有理由在我们的记忆里 活得更长久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内容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还是有请您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会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和会员